修杰凯10日出席品牌活动 不过这活动都还没开始 入戏太深的修杰凯 怎么先讲起乔安姐坏话啦 那个戏里面真的太凶了 对 你也这样觉得 对啊 我自己这样这样对我 是不是 幸福你了 我这个讲究人员真面目 而说到母亲节快到了 贴心的她 当然也有准备礼物给老婆 嗯 结果好像有点露气耶 我本来是要送她一趟旅行 她会说 那饭丢我来送我当母帝 帮她出钱 对 对 结果她去饭店之后发现 卡没刷过 好 所以我又补送了一个 另外的女人送了她 什么卡没刷过 我的信物卡啊 啊 刷不过啊 对 不知道为什么 是祝福贵祝福没报答是 除此之外 身为超级奶爸的修杰凯 最近忙着拍戏 家中宝贝女儿都要抗议啦 尤其是姑姑她非常的明显 就是她说 她不要爸爸工作 因为我都会跟她说 爸爸去工作是要 买她很爱吃的葡萄糖 然后给她 然后她现在说她不要吃葡萄糖 她要我们在家陪着她 然后她要爸爸一百天不要工作 听起来是个悲伤的故事 但这位爸爸口气会不会太甜蜜啊 非法娱乐台湾报道 whistle 谢谢 magic umble recommending 这个 那个 点 每 这